随着本周学生返校 低路平原地区学校区域限速已重新生效 警方提醒司机注意道路安全 特别是在学校周边 减速行驶能提供更多反应时间 确保儿童安全 ICBC提醒 校区内限速为30公里每小时 校车闪灯时双向车辆需停下 温哥华市政府在小学周边 设立了限速40公里每小时的慢行区 并将在16所学校安装新标志 ICBC表示 过去5年已投资175万家元提升学校安全 并建议家庭教会孩子过马路时 与司机眼神交流 温哥华西41街经过一个月的紧急修复工作后 受大火影响的区域终于恢复如初 今日温哥华市政府宣布 该路段正式恢复通车 公交车 汽车 行人均可自由通行 此次修复工作包括道路重新铺设 受损设施的更换及相关安全检查 确保了通行的安全与便捷 市政府对参与修复工作的所有人员表示感谢 并提醒市民在通行过程中保持安全 遵守交通规则 西41街的恢复标志着社区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为市民提供了更便利的出行条件 库天新闻为您播报 我们下期再见